大家好 很多觀眾朋友他們都在反應 到了晚上九點半 如果說 比如說我們是禮拜二 三四播出 如果沒有愛上九點半的話 就比如說今天是禮拜一 或者禮拜五 沒有這個愛上九點半的話 他們就會看別台的節目 這樣講我以為他們就是 出去吃個飯或者是睡覺 幹嘛那麼孕育寡歡對不對 像以前500就很支持我 以前做一個節目嘛 對不對 叫做超級新人王 500就說大家好 我是500 500你好啊 你平常都看什麼節目 我最喜歡看的節目就是 超級新人王這樣 看得好感動 你知道嗎 除了看超級新人王以外的時間 除了看超級新人王以外的時間 我就看超級新人王重播 今天來的三個都是實力派的 一個超級唱將跟音樂的才子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余冠華 歡迎 林志炫台湾 蔡兆元 歡迎 憲哥好 大家好 來… 來 看完 憲哥大家說哈囉一下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也很愛看憲哥的節目 厲害 謝謝… 來… 大家好… 我也是看愛上九點半 是…林志炫 旁邊這位應該你知道啦 優克里林嘛 是吧 那個 李濟 李濟是不是 李濟啊 不是啦 他是詹兆元是一位新朋友是不是 對… 是一位新朋友 先介紹新朋友 我們在這個開… 這是我認識大概15年的朋友了 是嗎 對… 恭喜啦 在一起多久了 15年吧 好… 到最近關係才公開 對… 辛苦啦… 不要鬧啦 他們是一起做音樂 但是這個詹兆元我看了一下 他是以前是麥肯錡大中國地區的 總經理啊 沒有啦 經理啦 總經理 總經理都是年紀 合夥人年紀都很大 我以為是總經理 沒有… 經理那就差一點 總經理一個 經理大概六萬多個 你們兩位為什麼會在一起做音樂呢 其實以前在優克里那時候 我們就去比賽 去比賽那時候去很多目標 互傳的民歌餐廳比賽 比賽比到哪裡 其實我們就一直沒有得名 沒有 我們一直沒有得名 那時候發現第一名都是這個 他跟另外一個搭檔 一直都是第一名 他有唱嗎 他沒唱 那是另外一個人唱 跟李季當時在這個 不是 優克里林 優克里林他們這個組合裡面一樣 李季本身是不會唱歌的 還可以啊 那時候我們發現一個 很巧合的情況就是 我有另外一個搭檔 他唱歌 我彈吉他 我寫歌 對 我們的組合也是 可是後來我們追根就裡發現 我們沒有得名的原因就是 被另外一半所連累 沒有…就是 就是吉他彈得沒有他好這樣 對 這個厲害 觀眾朋友看到這裡 行家就知道 今天是轉不了台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自彈自唱 自成一體 就是說他洗衣脫水 單潮的 最厲害的就是余冠華 他吉他彈得很棒 然後子儀又能唱 對不對 你是唱得很好 但是是不會彈吉他的 對 我們是兩個 他吉他彈得很好 唱歌跟 所以我們這樣 我們是分離式的 分離式 分離式 生命共同 對 其實15年來他一直在幫我寫歌 包括出嫁 輸了你一個四千二票 出嫁就你寫的 對… 是我小時候…寫的 那個歌真的太正點了 這個已經是 有哪一個人結婚沒有播這一首呢 陶子 對啊 而且出嫁這個歌 大家都還一直在想說 最後那一句 到底要填上什麼歌詞 才會更棒 後來才發現填什麼詞都不對 後來有一個填那兩個字也不錯 他就改成 舒服 牽你的手 舒服 慫啦 為什麼 牽你的手 我好幸福 也不錯 還是滿 還是沒有 好聽 因為那個一切盡在不言中 可以在任何時間的時候使用 所以有很多人說出嫁歌詞寫得最好的 幾個字就是 那幾個字 十曲都你寫的 十曲都是 真的是 不過老實說 最後那一句 我在唱片裡面有寫這首歌的故事 最後那一句用哼的 是因為我寫歌很慢 結果阿芳已經要配唱 我還沒寫完 我就跟自軒 自軒幫我錄Demo 我就說不如你用哼的好了 結果到最後還是沒有寫完 張青芳小姐最好聽的歌就是出嫁 跟你一起合唱 對 跟我一起合唱 所以我決定了 我決定要跟他分一點板碎 因為最後那個字是我寫的 因為我… 兩位都剛好是在發片 兩組人馬 對 所以你現在就是回到優克里林的 那個時候一個彈吉他一個唱 對…而且我們只做一張 對 只做一張 我們只會做這一張 一張結束就再分 我們希望成為時尚最短命的團體 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只做一張啊 Acoustic Journey Acoustic Journey 這有沒有看到 外面是什麼 葡萄牙筋口的軟木塞 軟木塞耶 軟木 葡萄牙筋口的軟木 沒有塞進去 軟木 對…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個印刷的成本要多少錢 我自己開印刷廠 所以可以稍微的控制一下 但不便宜 而且這個好像全亞洲只發行 全亞洲限量2萬 2萬是嗎 所以現在只剩下1萬9998嗎 我只剩這兩張已經在這裡 對… 但你有沒有擔心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唱片 很難賣超過5000的 其實我不擔心因為… 那1萬5000張你打算怎麼做 因為新加坡 對 新加坡已經 新加坡已經訂貨了 訂了大概2000張 所以大家各個市場會 會自己去分這樣 加起來OK啦 包裝也不是說每一張唱片 都能那麼好的 你這個是最好的 也有做得比較差 然後每一張 沒有… 你怎麼講 真的 擺在這邊比起來 是真的有一點寒酸 可是我覺得 真的叫做一種純音樂的感覺 對… 他就很Handman 手工 純手工 有沒有看到 100% 這個是戴亞的這個音樂 太棒了… 他裡面還送 今天太正典了 這兩組人馬 我告訴你都是超級唱將 對 我們今天也邊聊邊聽歌 好不好 先余冠華來一首好了 好不好 你有帶吉他嗎 好 我在吉他以前我先 我可以先唱志炫的歌嗎 真的嗎 真的 我們就跟鋼琴老師一起 是嗎 來…老師直接哪一首… 聊到哪裡 唱到哪裡 好 其實 現在很少這種唱歌的節目 其實志炫的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歡 謝謝… 然後我特別今天要演唱的歌曲 叫做《離人》 這個歌因為是張學友跟志炫都唱過 也是已經代表說實力派歌手 才能夠唱這首歌 我告訴你 卡拉OK裡面 我最愛唱的歌就是《離人》 謝謝… 對 因為有另外一個版本是張學友 學友 對 那一首就編得爛掉了 那個就編壞掉了 還是原版你那個最好 原版是張學友 原版是張學友 聽說上次張學友來 憲哥也是這樣說 不是… 你這是原版 我是翻唱 你是翻唱 他翻唱 對…但是能夠讓憲哥 有這種感覺 翻唱唱的比張學友的好 真的 其實我… 我真的覺得其實憲哥 憲哥真的有品味 其實在我的歌裡面 選《離人》 就值得我把這一張送給你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而且你挑的不是單仙情歌 你挑的是離人 就代表真的有品味 行家有沒有 有人說 一次告別 天上就會有顆星星 有人說一次告別 天上就有顆星 又熄滅 你看那個多美 兩個人 告別 然後天上星星熄滅 熄滅 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把這功勞給立曼廷 因為她的作詞真的是很棒 直接唱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一下 看看這個我們來 我就不相信 今天還有人唱得比林志炫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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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膽子 這趟豐富的 天的 愛的 故事 愛的 然後 希望她好好想 覺得 一些 與你感到的 溫暖 熄的 希望她們 沒有 放下 尿 離人放逐到邊界 彷彿走入第五個季節 昼夜亂了和諧 超凡人心炸腿 指點裡沒春天 離人揮霍著眼淚 迴避還在眼前的離別 你不敢想明天 我不肯說再見 有人說一次告別 天上就會有顆星有熄滅 離人放逐到邊界 彷彿走入第五個季節 昼夜亂了和諧 超凡人心炸腿 指點裡沒春天 離人揮霍著眼淚 回避還在眼前的離別 會比會比還在眼前的離別 會比還在眼前的離別 你不敢想明天 我不肯說再見 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 就會有顆心有心滅 有沒有看到 不然當年這個民歌的這個浪潮 在你們兩位的身上 不然你也有啦 在那邊三位的身上 好像看到當時那種洶湧澎湃的 那種感覺 而且手上這支麥克風 不是吹牛 還自己帶來的 後來搭乘這個長航空 吊在國外 吹了一個大沽舟這樣找了好久 最後才從航空公再找回來 那是阿妹 這個麥克風叫小雞 那個是小白 對… 某以前不是 你看人家把你這個歌 你覺得唱得怎麼樣對不對 唱得非常好 其實 其實冠華她的特色是 她的那個嗓音非常的豐沛 然後她的感情都是飽滿的這樣 對 她那個 人家說原住民會唱歌 有沒有那個聲音灌進去 對… 那個感覺真的很棒 跟我其實唱法上有一些不一樣 不太一樣 那個是高亢 其實冠華也有一首歌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她以前翻唱過 我也翻唱過 教授是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是那一首嗎 不是 這首更有氣質… 好…乾脆就唱一下囉 好…我可能清唱 因為樂隊老師沒有準備這樣 真的 還是我幫你彈吉他 跟他一樣 對… 就對了 來…吉他 你們三位有沒有想過再組一個團 其實 我…我告訴你 我以唱片公司老闆的一個角度 我當時還真的有做過這樣的想法 余冠華 林志炫兩個他彈琴 然後你們兩個還一起唱 你不用找一個不會唱歌的 只會彈琴 那沒有太大意 就跟李濟當時被你等於是 等於被你排擠掉 其實沒有… 拜託 以前優客李林很多歌 都李濟寫的 是嗎 我還是喜歡找詞曲搭檔 對不起 不是排擠掉 我重新 李濟 林志炫等於是把他利用完畢 歌再寫不出來 就把他排泄掉 請…現在拿到 開始想… 林志炫… 我唱…你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說你唱歌 像是你唱歌 像是一首歌 像是你唱歌 嗎 像是你唱歌 像是唱歌 陪伴我向着你 今夜是否想起我 全世界的幻想门前走过 独自推荡夜背后 推荡记忆的背后 找一个还有你的我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不要让它用着你的难过 至少难过留给我 怕有你很快乐 就把快乐意外的留给我 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 不要让它用着你的难过 至少难过 至少难过留给我 请你抬头看一看 我有那么辽阔的沉默 好好听喔 我的妈 这个歌对我来讲算新歌 因为以前好像 对…没有听过 今天听到我的这首歌 听得觉得旋律很好听的 很想去买专辑的话 因为我还没有出版 所以去买余冠华 真的 这是同胞爱 真的让我们 觉得我们以为狗仔队来台湾以后 台湾就再也没有人情味了 要不要 刚还可以看到艺人跟艺人 直接这种虚情假意的用作 我们是真心相挺 真心相挺 就来真心幻觉情好不好 要告诉你 來 老师… 麻烦你给一个C好不好 只唱一句好不好 我们要你们两位来比一比 因为志炫的Key是很高的你知道吗 Key非常高的 余冠华的Key是 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镜头在哪里 今天就两位 他比较高啦 我唱他的歌都要降Key 那不见得 我告诉你 他那个是喉腔共鸣 对 你那个就不一样 对 你那个是来自大地 算了 从土壤吸收上来就是那样的 每次憲哥要夸奖我的时候 我都会很紧张 因為很害怕是 後面的一定又有意思 土生土長的土人 他那个力道就是不一样的 好 老师 重一个C好不好 不管最新我 不管最新我的真心 只要我来一句招前生死 旺旺 旺旺 不管最新我的真心 这么轻松 最后我来一张招前 低起 不管最新我的真心 最后我来一张招前 身低也就是江一 江一 曾兆元 喂 沒有啦 你啦 不管最新我的真心 最后我来一张招前 E key… 這個音比元Key高一个全 我相信我 今天大家輕鬆 最后我来一张招前 還有聲音 第一眼就是F key 歡迎原唱吴宗憲 我感冒快兩個月 二十幾天 這樣會被錄不完 我們還剛起床耶 錄不完 這麼臭 不是你想看再兩個Key就完 錄不完 F 來… 各位… 現在看到行家比賽的時候 當另外一個人在里線的時候 代表他要ㄍㄧㄥ了有沒有 他要把他捲娘卷 捲娘卷 對 你是還用臉花紙拿在手上 對… 你的線條 老師 來… 剩F 來 預備 高了…預備 我相信我的真心 最后我來一張招前 幫老師 G Key就是一個臨界點 到妹妹 已經到7了耶 對啊 C Key就是各位 各位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總共有幾個Key 等於是 踏花落地 踏花落地 最高音那個C有沒有 Nature C C Key的 到底有沒有說 C的高八度 如果唱會上去的話都不行 來 要 你不行 你站著我戳 幫你戳 沒有 離過馬之後可以成功挑戰 踏花落地的高音 別走開 廣告後馬上回來 來… 厲害 我跟你講 這個等於是PK戰 人家踢進之後輪到你這一對來踢 你踢不進 世界盃的總幹事就不是你了 對 林志炫先生現在嚇出一聲冷汗來了 來 這個就生機了 假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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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歐洲 你就是那個B幾次了 對啊 而且憲哥他們唱你的歌 唱得好有氣質喔 你的意思是什麼 原唱沒氣質 對 可以啦 到這裡好不好 雙影… 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 摘上去就要破音了 真的是 兩位那個聲音真的是無窮無盡的 你知道嗎 也難怪可以在歌壇歷歷那麼多年 肺活量大考驗 好 厲害了 剛好是我們錄影當天 剛好是我們林志炫的生日 是 對… 志炫我們今天都沒有想到 不是啦 不是啦 有這麼多酷 不是啦 之前要許願嗎 肺活量好不好 你站在這邊 一口氣吹過去看能幹掉幾根 天啊 好不好 2 4 6 8 10根 我們剛剛在試驗的時候 竟然有人一口氣可以吹掉9根 是 一口氣 但是可以這樣 不能移動 不… 不… 你只能從這邊 就是從一個單一方向 蛤 隔三打牛了 對 一次連續 對…就這樣 一口氣嘛 憲哥示範一下這樣好不好 好啦 我準備好了 詹同學 這麼簡單爛東西還需要示範嗎 你嘴巴大應該是可以 預備 1 1 2 3 還能隔一根洗火 隔三打牛 1 2 3 1 4 5 5根 才5根 而越到後面越難吹洗 越燃燒了蠟越來越完全 所以詹同學應該是排最後 真的嗎 真的嗎 其他手的肺活量會有太大的奇怪 好…你就排第三個 深呼吸 你可以越接近是OK的 1 1 2 有技巧耶 你這個有技巧的 有是不是 太厲害了 他用這個巧勁就厲害 對… 1 2 3 4 5 6 有沒有 我可以咬 免費 我再讓你吹一次 好不好 你就從這邊看能不能後面四個 因為他的氣是細細的這樣子 吹過來 對 1 5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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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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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真的 接著下來我們還有一項 我們吹乒乓 請坐… 厲害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吹乒乓 這個小朋友在家裡也可以學一下 用妳的氣把它頂起來 頂住 好 預備 來 余冠華先好了 預備 氣 又耶 厲害 大家就看到他氣在運作的 有沒有看到 那妳要看妳多撐一會兒 撐久一點 有緣… 來… 你看一下智炫的 他好像抓到了 好像抓到竅門了對不對 這個是很好的示範 就是如果要練唱歌 要開始練肺活亮的 可以從這裡開始 沒錯…我們這個 剛剛妳不是講說醫院裡面 他們就有吹乒乓嗎 對 其實在醫院裡面 如果手術後要復原的時候 那個醫生要病患練那個肺活量 就會給他一個那個自我檢測 你要把一個乒乓吹起來 放下來 經常做這個練習 有助於他的那個肺腹 比較輕的是吹乒乓 如果他是比較重症 開過刀以後 他看他復原沒有 他是吹籃球 對 沒有 沒有 就是籃球能吹起來的話 代表你肺活量 聊一下境況嘛 這冠法最近是什麼 最近就是很難錄啊 你本來不是有簽了一家唱片公司 對啊 怎麼發變錢突然間就是 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然後這個 怎麼變成自己 是一個誤會還是什麼 也沒有啦 其實以前自己剛出道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對音樂的想法跟堅持 一直都還滿自我的 然後就一直不太喜歡 照著唱片公司的想法去做 所以我才會覺得這個 每次跟商業跟理想衝突的時候 自己都會很痛苦 所以這次就決定了 成立了純手工音樂工作室 然後自己從整個製作 到整個行銷 到整個鴉片 全部都自己來 到底是這樣數量會有限 數量已經快要突破了 如自己所預期的6000張 對 在台灣區 做一張唱片那麼辛苦 你只希望賣6000張 6000張其實我就要辦慶功宴 因為整個自己來做投資 其實整個利潤跟唱片公司 不太一樣 而且宣傳預算 其實並沒有投資那麼多 6000張收起來也才200多萬而已 不只喔 你是賣多少錢 338 338 對 乘以6000是多少 638 100多萬啊 我說200萬 你告訴我 不只 300多 你是不是喔 我跟你講 你這真的跟 他沒有想清楚就錯 跟我阿姨是一模一樣的 她是贏了麻將 輸了算账 也自摸了600 收你500 找你350 就自摸以後還倒撇錢就對了 問三位一個問題 現在的唱片業界 是否是先進羅伊 後進人 人是指你的才華 羅伊是指你的包裝 三位 偶像當道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煩惱就說 人家買唱片 是買這個產品 這一個人的組合 跟音樂已經無關 會不會擔憂這個 雖然從外面看起來是這 好像是這樣 很多人這樣說 可是我覺得市場上 就是會有不信邪的人 現在這邊做三個 就是奇蹟本上就是 那幾次的打擊 你們才會死心 張兆元 你倒是講一下 你會覺得台灣 在台灣做音樂已經沒有希望了 不會啦 不會那麼悲觀 你那太樂觀了 6000張就慶功宴王 你說什麼 就是表示說 還數字算錯 沒有 因為獨立品牌 真的要賣片子不容易 我這張唱片基本上是 一塊錢的宣傳費都沒有 了解 我就是來上節目 來上一些廣播電台去打歌 然後我一塊的預算都沒有下 你做一張唱片一兩年總要吧 差不多 這張唱片其實是醞釀了很久 因為我已經八年沒有出片 對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我還是毅然而然 決定要在這個時候 尤其從亞洲唱片倒了以後 真的很可怕 整個唱片市場很可怕 但是我竟然選擇在這個時候 跌到谷底的時候出片 只是覺得我覺得我該出了 應該要出唱片了 然後沒有去想到市場這麼差 這個真的讓我聽了都很難受 不會很害怕 你不要硬撐了嘛 我們難過 我們要讓政府知道 這個時候是國家幫助我們的時候 對… 你看 我們這個民歌等於 你以前也是民歌餐廳 詹兆元也是在民歌餐廳 沒有…我一直喜歡 我從來沒有真正參與這個圈子 我很好奇是詹兆元為什麼在公司 就待得很好 然後忽然 他以前是什麼 麥肯企業 怎麼椅子下的躲人是吧 你坐到乒乓球啊 沒有啦 小心啊 真的 會出人命啊 其實我要證明一下這個 你看 好 好 我想要證明一下這個 剛才說的那些話 最近的歌這幾年市場的音樂的 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唱一下我唱片的歌給你們 好…這張裡面也有嗎 對 這張裡面的歌 不會是我淋過雨吧 不是…全部都是新的 因為這首歌是在我們泰雅部落 已經傳唱了100年 正點 我跟你講 那原住民那種 你真的聞到泥土的芬芳 對… 大地山 那個雲霧那種感覺 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那歌詞內容能不能簡單跟我們敘述一下 內容它在敘述說 是這個意思啊 對 聽得懂嗎 是什麼意思 你不會以為我在講泰文吧 你再說一次 我真懂一點那個 好 因為Landy是 刷魚煙 刷魚煙 刷魚煙嗎 No… 怎麼了 為什麼 那你直接講內容 一路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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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的良心去哪裡了 然後Langim Gu 就是我的那個愛人 Gasaraway 就是這樣子走了 這樣離開 Gasaraway 對…很好聽 而且我還做了一個中文版 怎麼了 我們一起來唱 我的愛人 你的良心去了哪裡 對 你到哪裡去了 你看100年前我們的祖先 就寫這樣的這麼好聽的歌曲 一見面也是 哪一路啊 沒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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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對 car 對 對 有…… 但不應該不 gaat 可是我們 因為 細雨中 劃過寂寞無痛 我的愛不會再回來 上天要我 放下所有沉重 掌心扶沙霞 大海中 這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 有旋律性也有感動度的歌 真的很棒耶 有沒有看到 我還真猜對了一半 最後歌詞就把它撒向大海中那種感覺 真是太棒了 因為我想讓這個 很多沒有聽過這首歌的人 更快接收它 所以我做了一個中文版 叫想你愛你練 也就在你這一張這個 在專輯裡面 泰雅音樂裡面這樣 而且聽說詞是文玲姐寫的 是嗎 對…這是她在我這張專輯裡面 唯一出現過的另外一個名單 對 另外一個名單 其實你以後可以找專業的來寫 對 她專業… 寫得超好的你知道嗎 你怎麼突然間好像 對著來唱 不是 那我的愛人 你的良心哪裡去了 對… 是他要對你說的有沒有 沒有…是原版的歌詞的原意 什麼態度 你看他裡面寫的 是你出事以後他才寫這一段 我的愛人 寫得非常好啊 寫得真的很棒 不錯… 但也要聽聽他們兩位 要不然詹兆元對不對 對… 手都仰了 看人家矛起來彈吉他 飄上去了 開玩笑了 厲害… 我真的不願承認你心中 有個完整的世界隨你懂 哪兒有山有水有天 留不下空缺 讓我來一點 要去去等待很簡單 要若無期許很困難 要讓你信任很簡單 要和你戀愛非常難 曾經我費盡心思 曾經我費盡心思 走到你心門口 我努力努力著門開 我卻始終跨不過 我悄悄回頭 發現愛是太執著 把路都踏破 因為我覺得這個歌詞寫得非常好 曲也非常好 我覺得那個和弦用得很棒 也很棒 我覺得你也找到一個可以詮釋 你的作品的一個人 是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毛劍一出竅 真的 我林過瑜真的要來了 來 當場你前面所有的努力 被他們這個歌已經全部 補翻過 又要… 他又要製造我們的劇 沒有… 他會就跟方文定講的話 你剛剛所有的努力 已經通通傻向大喊 這唱片隨便都可以賣一二十萬張 都很輕鬆 所以我們來回憶一下這首 我林過瑜 好棒 來… 老師幫你彈的是不是 其實我也會傷心 也會為你哭泣 尤其我常常後悔自己 為何如此漂流不定 其實我不喜歡 也不願看你傷心 更不願擁有的姿勢眼中 看到你的點點滴滴 我林過瑜 讓風雨打透我的心 直到如今 我還不知如何學習忘記你 我林過瑜 別再為我嘆息 但是今晚請原諒我的情緒 只因為我太在乎你 我的媽今天太幸福了我的媽 好開心喔 我告訴你 國內現在就缺乏這種真的 比如說好好唱歌 真心的去談天的節目 對不對 節目都做得太虛偽 這一集好像是非常感人的 真的很感人 你看 這個歌已經差不多有十來年了嘛 對啊 十二年前 民國八十二年 這個歌在走紅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走過的那個年代 是不是這樣 那個心情 每一片落在地上的楓葉 它都是回憶 對 沒想到直到現在這一刻 只留了兩億 就是回憶跟失憶 來…還有那一首 輸了你 贏了世界又贏 又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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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時間 仿佛我又看見你的臉 依然帶著淡淡憂愁的雙眼 不應呼籤 就當全是一場夢 不必掩飾我的錯 不耐的哭笑 不必找堅強的理由 就讓他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 讓我眼神沒有焦點 淚水模糊我的視線 數了你 贏了世界要如何 你曾渴望的夢 我想我永遠不會懂我 失去你 贏了一切卻依然 如此老清 有誰又能讓我清醒 除了你 除了你 真的很棒有沒有 曾賈音的換檔 讓人家沒有檔次的感覺 他四檔直上揚名下 好不好 他那真人 就上去了有沒有 接著下來是 我們剛前面那一段只是一個小菜 最近發片前 突然間出了一個大事情 有一天一個記者 是 打電話 憲哥 有人告我 他這個女孩子是滿乖的 這個記者 我也算是還算是記者的一顆良心 但是我說怎麼會有人告你 誰告你 余冠華告我 余冠華 怎麼會呢 余冠華是一個圈內很有名的 好好先生 他怎麼可能告你呢 是不是最近要出唱片 你們在炒新聞 他說不是 因為他拍到余冠華 跟某一個女生進出Hotel 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 當事人 自己人 你就找這個機會 好好把它看似說明也好 自圓其說也好 沒有… 那都已經說過了啦 表白也好 我們都沒聽到你 其實當初記者打電話跟我求證 這個事 我已經告訴他們那個不是我了 但是他們還是 他們是有拍到一個 還是執意要發這… 他們拍到一個照片 而照片裡面並不是余冠華 是不是 對啊 我想再扯的八卦 也沒有比這個還扯的 人家其他的八卦都 像憲哥常被拍到的 對啊 那真的是憲哥 只是說 只是說憲哥沒有做那些事嘛 對不對 他把我們拍到就可以看圖說故事 但是最扯的是 那個人根本不是我啊 不是你 對啊 然後他們就是拍了一個類似這樣 對 對 還要執意的要去發這篇信 後來你是堅持要告嗎 當然啊 因為尊嚴跟清白是一定要要回來的 對… 對 我想這是 這個是一定要把整個公道 把它要回來 方文你相信你嗎 對啊 那文玲姐 你以前有被抓過嗎 在這個週刊上以前的那幾天 他都不相信 他都不相信我 他不信我 對 他覺得那個人一定是我 對 在週刊還沒有上以前 我就每天告訴他那個人真的不是我 你這是一種催眠嗎 不是催眠 不是 真的不是我 你看他都 是你 結果他一看到了週刊 三秒鐘就知道不是我了 因為一個跟我生活在一起 十三年的人 一看到就知道不是了 可是如果說跟我不太熟悉的話 一看還覺得滿神似的 還有一點像 對啊 可能就拍到一個長得像的人 然後就說是你 對 你當天行蹤有交代清楚嗎 當然啦 非常清楚 好多 我證人有200多個 對啊 我有200多個證人 200多個 因為我正在 我正在支店表演 然後那天禮拜三吧 然後有200多個客人在聽我唱歌 如果是這樣 你這個就 賺起來就算一筆收入了 比你賣這個唱片來得多 比他賣唱片來賺得多而已 其實我已經這個決定了 就算我有什麼賠償的金額 我也會把它拿來做公益 今天跟三位聊起天來 真的很開心 我們也希望台灣的情歌不死 好不好 這是以前台灣的 至於中國大陸唯一三項 我們超越人家的東西 第一個 音樂 音樂 第二個 戲劇 第三個就是綜藝節目 現在戲劇已經陣亡五六年了 音樂馬上就沒有了 對 送一節目還好我在 還可以接著放他 還可以接著放他 麻煩 所以我們大家再多這樣 怎麼這麼厚臉皮 怎麼這樣 所以音樂也不會輸啦 音樂不會 我們這些中間分子都還在 沒問題 再次謝謝余導師 謝謝 我能不能再回味一下 你那濕潤的手指 好想喔 舒服 對